一个女孩子把手伸进鳄鱼的嘴里,虽然看起来有一定的保护措施,但是依旧非常惊险,女生这是在做什么? 鳄鱼属于脊椎类爬行动物,是迄今发现活着的最早和最原始的爬行动物之一。 鳄鱼有超强的咬合力,常有许多椎形齿。 鳄鱼和恐龙是同时代的动物,属肉食性动物。 鳄鱼也是迄今生存着的最原始动物之一,栖息在淡水中。 鳄鱼除少数生活在温带地区外,大多生活在热带、亚热带地区的河流、湖泊和多水的沼泽。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鳄鱼基地,看到三个成年男子骑在一条成年鳄鱼背上按压着。 这只鳄鱼重达800磅,上前询问一番得知,这只鳄鱼长了一个肿瘤,疼痛到难以进食。 经常因为疼痛而流泪,现在要帮它做手术除掉肿瘤。 美女医生从事兽医多年,主动上前说愿意帮鳄鱼打麻醉,辅助饲养员们负责除掉肿瘤。 鳄鱼是一种凶猛的食肉动物,捕食能力和攻击能力都是非常强的。 它们的牙齿在它们捕食以及自卫的时候,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美女医生虽然也害怕,但是还是勇敢地把麻醉打在鳄鱼嘴巴红肿的周围。 鳄鱼全程都要捂住眼睛。 成年鳄鱼的力气都比较大,要几个成年男子才能勉强地压住。 鳄鱼嘴巴上下都要缠上黑色的胶带。 饲养员说,鳄鱼大多数投喂的食物是鱼类和家禽类,如罗飞鱼、鸡等。 平时在捕猎的时候,牙齿锻炼或者丢失,很快就会换上新牙齿。 鳄鱼不像人类一样只能换一次牙齿。 众人们商量好方案,找来一块蓝色的布,铺在鳄鱼底下。 准备好工具,开始对鳄鱼进行手术。 先是用手术刀把肿起来的地方进行切割。 之前打的麻醉药效不够,刚开始手术鳄鱼就痛得不停甩头。 女医生只能上前再打一针麻醉,不断地安抚鳄鱼。 此时的鳄鱼太让人心疼了。 兽医为了减少鳄鱼的疼痛,决定这次边麻醉边切割。 最终很顺利地把肿块给切下来。 割出来后,众人都发出惊讶的声音。 美女医生继续帮鳄鱼止血。 其实肿瘤切下来还没完,鳄鱼的牙齿也断裂在嘴巴里。 这也是造成鳄鱼无法进食的重要原因。 现在要切开鳄鱼的牙齦,照出断裂的牙齿。 刚一切开牙齦就开始冒血。 为了避免麻醉药效过了鳄鱼乱动, 美女医生又给鳄鱼打了一针麻醉。 这手术看着好惊险。 揭开牙齦后,兽医也看到了断裂的牙齿。 鳄鱼的鲜血也一直在流淌。 兽医用锤子和螺丝刀撬开鳄鱼的牙齿。 美女医生边帮兽医捏住牙齿,边帮鳄鱼擦血,分工合作。 为了九尼二虎之力,才把牙齿拔了出来。 牙齿拔出来后止血消毒,检查周边还有没有别的牙齿, 有的话要清理干净。 牙齿拔完了,就剩下简单的消毒。 这时候兽医都露出了笑容。 此时此刻,每个人都轻松了很多,都在愉快地聊天。 兽医给注射器装满了药,有美女医生在鳄鱼的右前腿上注射。 注射完成,饲养员退来一个小推车,里面装着鳄鱼的食物。 然后饲养员手上抓着食物,叫趴在鳄鱼背上的男子起身。 三个男子一字起来,饲养员把遮住鳄鱼眼睛上的挖布给打开。 饲养员唤醒鳄鱼,给鳄鱼投食,看看鳄鱼是否能正常进食。 看到鳄鱼恢复了食欲,众人纷纷地鼓掌起来,饲养员指挥着鳄鱼回到水里。 鳄鱼在饲养员身边停留了很久,仿佛是在道谢。 此时的鳄鱼没有了肿瘤,嘴巴也不痛了,还有好吃的食物。 也许这就是人与动物最好的相处方式吧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动物是我们永远的朋友,他们拥有最纯洁的心灵,这也在感染着我们。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,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。 我们明天再见啦。